我們來看他這邊就要量赫紫筆了 所以來第三個 133頁 來這邊 他的赫紫筆 好這邊赫紫筆的兩把 他其實就只有外加電廠 而且這邊的做法是我們在之前學過的 之前學過的 來他外加電廠 就是我剛講來 外加電廠磁場把速度量出來了 然後就把磁場關掉 只剩下電廠 那只剩下電廠是不是看他往下偏 對不對 好來看喔 來這時候如果只留電廠單獨作用 好 因為射線只受到靜電力 就會向下偏 好 重點是向下偏之後是這樣子 來大家看 來看這個圖 來這就是他從這邊射出來 這射出來之後 如果有個速度 課本的速度就把它叫做V 那同學應該知道在這個電廠裡面 他受電力可以做什麼運動 是不是剩下速 所以來這條滾機應該是什麼線 拋物線 來這是平拋 所以來這是一個拋物線 好 但是大家剛剛有看過圖片 來這個圖片 來這個圖片裡面 對不起 老師這邊沒有比例詞 讓你知道一下 這個經濟射線管 大小它只有這樣而已 20公分左右吧 還是30公分 2 30公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來這個電廠的範圍是不是也蠻小的 這個只有幾公分 好 所以它在這裡面做拋物線 可是出來之後 出來之後就不太受電力了 所以來應該會做什麼運動 是不是等速度 可是你有發現我們把什麼力忽略掉 重力 來重力為什麼可以忽略 其實正確的講法 應該是講說因為它速度很大 你應該知道我今天說速度非常的大 所以你們看到有些東西說速度非常快 你會說在這個空間中 好像變成這樣 等速這樣飛出去 其實它應該因為重力的關係 會是微微的向下傾斜 對不對 那但是因為說我今天速度非常快的話 那個傾斜的那個 那個程度就會相對的變小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這邊 來後面這邊 其實來它就是一個等速運動 來所以它軌跡會是直線 好 那這個也是上面寫的 好 來這上面這邊寫 在這裡 來 第二個 離開電廠後會沿著一個斜直線 繼續前進 那這個斜直線的話 來這邊是因為 因為它電子速率 所以重力的影響很小可以忽略 它這個有的電子速的速度 可能可以高達到每秒幾十萬公尺 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一下 它到底怎麼樣是透過這邊來 來量 好了嗎 那個課本用的是一個近似的方式 那那個我就先不跟 好 我們先來看看它一下 那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正確的 正確的話應該最精準的方式 應該怎麼辦 來 它是這樣 來 大家看 這邊 從這邊出來之後 來又有一個 有一個偏向夾角C 這C應該很容易可以理解 來 如果我今天出來的時候 來 我這個速度 這邊叫做VX 請問一下VX會不會變 不會 所以這VX就是這邊這個V 對不對 好 VY的話就是因為 來 它在這邊受到一個電力 來 受到一個電力 QE 來 對不起 因為我們之所以寫向下 是因為它是帶負電嘛 來 它是向下 所以來 它就會產生一個加速度 來 同學可不可以告訴我 來 VY就等於什麼東西 V 來 我們在這邊可以很容易來寫出來 來 VY等於什麼 哈囉 在加速度裡面 來 等於什麼 等於加速度運動 V等於什麼 上面看課本 來 在這邊 先把它的偏向的Tengin Theta找出來 來 Tengin Theta 來 請問一下它飛行的時間跟哪個方向 可以 哪個方向可以決定 哈囉 來 從這裡到這裡飛行的時間 是不是有哪個方向決定 是不是水平 來 水平是等數 所以是不是就用L除以V 好 所以來 這裡的T 來 這個T 就是L除以V 好 於是整理出來之後 來 就是QE 來 QE來 L除以MV平方 好 注意喔 來 這個 這裡面 課本 它不是寫Q除以M 它是用M除以Q 反正一樣 赫子比 赫子比是不是一樣 就是把它顛倒一下就好了 所以 來 大家看這兩個式子 你把M除以Q抽出來之後 還M除以Q抽出來之後 這邊就會得到是 1L除以V平方平均系統 所以這個純粹只是這兩個 來整理得到這邊 好 然後 之後請同學看這邊 這個V 就帶剛剛速度選擇器裡面的 E除以B 好 Tangent Theta 在哪裡呢 Tangent Theta 看一下 這個整個的關鍵在Tangent Theta 來 大家看 剛剛我剛剛講這一段是直線 來 這一段是直線 所以我如果也把剛剛這條 把這條 畫出來 來 注意 來 這個叫做 欸 哪裡 欸 發生什麼事 跳掉 吃死了 搞什麼 吃一下 來 好 好 好 來重新畫一下 對不起 可以把我整個下面弄掉也是太厲害了 來 看看在這邊 好 好 來 這一個 這一個 來 它應該是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然後這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Theta 所以大家很明顯可以看到 來 在這三角形裡面 來 Theta就點什麼東西 Tang Theta 點什麼 Tang Theta 點什麼 L 分枝 是不是應該是這一段 這一段 注意喔 這一段 但是 這個D是什麼呢 來 這個D是 我們本來從直線前進的時候 來打到螢光幕 是不是正中間 然後現在加了電檔之後 它打到這邊 所以來 這個D是所謂的偏向 來 偏向位移 課本在這邊做一個近視 注意了 它告訴你說 來 我如果把Theta 直接視為L分之B 對不起 我就是忽略掉哪一段 是不是就是忽略掉這一點點 那忽略掉這一點點 就是說它在這邊配向的多還是少呢 很少 所以來 如果它忽略掉那一段的話 所以這邊做了一個近視 就是Tang Theta 來 在這裡 約等於 那這個條件是因為大L 遠大於大L的時候 好 所以這邊來 大家看一下 Tang Theta 地方 如果你用D除以L 來 就可以得到 來 這邊 M除以Q 等於B 平方L 大L 然後E D 注意喔 來 這邊 它有做了一個一個小小的近視 好 其中 好了嗎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量哪一些 就可以直到直後比 這很簡單 來大家看 在這個最後這個式子裡面 量磁場 量小的L 小的L就是這個電板的長度 大L 大L就是它離開電場之後 離開電場之後到達螢光幕的長度 還有量電場 還有量偏向位移D 請問一下 來 這些可不可以量 是不是都可以量 好 來 通通都可以量 所以這次你要知道它實驗是怎樣 好 來 量電場 量磁場 量電板的長度 還有傾斜角Seta怎麼量 好 那D是什麼東西 L是什麼東西 好 當你把這些都量出來之後 來 就可以得到 注意喔 來 這樣就可以得到 M除以Q 或者Q除以M都可以 關鍵就是要你去量這些 好 來 對不起 我在下面這邊 我不太記錄你的空白在不在 來 如果空白在 我們來寫一下正確的 其實大家看 看一下 正確的偏向位移D 應該要包含這兩部分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之前講過 是應該包含這部分跟這部分 好 來 上面這部分叫Y1 這部分叫Y2 好 Y1是什麼 Y1就是它在電場這邊的偏向Y1 這個我在靜電學那邊寫過很多次 所以來它的整個偏向D的話 是等於Y1再加Y2 好 其中Y1 還記得嗎 實際上是要在幫你做複習 在靜電學裡面還記得Y1 偏向等於多少 等加速運動 等於什麼 來 我從這裡到這裡 來 偏向Y1點什麼 等加速運動 蛤 1 2分之1什麼 是不是AT平方 你剛剛不是算V等AT嗎對不對 來 這邊是1 2分之1 A T平方 好 再來 Y2 來 Y2才是真正這個三角形 剛剛上面的 它在大地的地方 其實是真正的三角形 才是Y2 所以Y2是什麼呢 在這三角形裡面是L-C 好 來 它是L-C 好 所以繼續 A的話是 來 這接下來我們寫快一點 來 QE-F 小T的話 來 小T的話就是L-V 好 TANGEN C剛剛講過 好 TANGEN C它就是VY再除以VX 所以來第一項就是QE-L平方再除以MV平方 好 第二項我們也寫快一點 第二項剛剛講過來 VY是AT AT的話就是QE除以M 然後L再除以V 好 下面分母的話VX就是V 這個在上面已經用過了 好 我們現在請同學來看一下 這兩個要把它加在一起 好 他們加在一起的話是這樣 他們兩項都有QE-L除以MV平方 你仔細的看 這一項有QE-L MV平方 第二項也有QE-L 然後這一堆就是MV平方 我已經把它圈出來了 所以來剩下第一項剩下多少 剩下什麼 2分之L 第二項剩下什麼 代 那個 課本就是忽略掉第一項2分之2 因為大家講L這麼多很小 來就把它忽略掉 好 但是我現在在跟你講 來不忽略就是這樣子算 好 然後之後再 再把V的地方 所以這邊 QE-L 來 注意 來 V的地方 再用E平方除以B平方 你不要覺得這個非常的複雜 他實際上只是這些符號 就是弄一弄這樣而已 用到的觀念 就是你要自己知道他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要自己知道他是什麼一回事 用到的觀念就是你要自己知道他是什麼一回事 好 我要整理出來囉 好 請大家看一下 好 請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 這裡面這個E約掉一個 E約掉一個 所以 來 來 偏向位移等於 QL B平方 QLB平方 來 下面是M1 好 我們學課本 來 他要的是M 除以Q 我現在算的是最精準的 好 如果今天D 不是D 對不起 剛剛這邊有沒有寫錯 有寫錯 來 對不起 老師哪個地方 這是L對不對 來 對不起 來 這一項是L 好 如果L遠大於大於小寫的L 請大家跟 剛剛十字二世來 請問一下一不一樣 哈囉 來 你對照一下 來 請問跟十字二世一不一樣 一樣 所以那個課本的是忽略掉裡面的偏向 但如果要夠精準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跟妳講了要這樣子 它其實是忽略到Y1內向 這些其實是在幫妳複習啊 這妳本來都應該要會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 因為為什麼之前要學這個 你看有實際的應用 實際的 你看湯姆森就拿他來量赫質比 好 紫二比 好 所以 來好了嗎 我已經把實驗的過程告訴你喔 來 要怎麼量 量哪一些東西 好 量完之後 他就可以把這個因極射線透過 哈囉 我們來看一下 這M1Q 來自L 還有B 還有D 跟E 通通都可以量之後 就可以量出那個因極射線的直荷比 然後 湯姆森還做了哪些事情 他就在 因為他剛開始還不太清楚 這因極射線是什麼 他就在想說跟氣體有關 所以那個真空管裡面 他裡面的稀薄氣體他就會改變 他就會改變 所以我們看下面這邊 來 第四個 來 他的重要發現 來 湯姆森在放電管裡面 用了三種不同的稀薄氣體 稀薄氣體 那這稀薄氣體結果量出來的直荷比 都是5.2x10-12 空氣 還有氫氣 還有二氧化碳 一個是5.0x10-12 一個是5.4x10-12 這個你會覺得數據有點少 可是你看10.2x10-12來講 是不是都差不多 對不對 然後再來 所以他覺得看起來差不多 我跟大家講 他不只做這件事情 他還做什麼 因為大家想一想 陰極射線是從陰極出來的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的直覺他從陰極上出來對不對 所以他當時還在想說 會不會跟陰極的材料有關 陰極嘛 是不是就是那個金屬 所以他當時其實他不只換了這個 他也改變了 他還改變了 還改變 陰極的材料 材料糟糕 好 結果 好了嗎 請問一下 換了不同的氣體 還有換了陰極的材料 來對陰極射線 M除以Q有沒有影響 我們現在當然知道都沒有影響 因為裡面通通都是什麼東西 電子 然後再來他當時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M除以Q啊 因為之前大家知道嘛 根據道爾書原子說 原子是不是就是最基本的 那同學可不可以告訴我 來最小最小原子是誰 是不是就是氫 哈囉是不是 所以你一樣啊 你可以去把氫 然後讓他帶電變氫離子 然後去裡啊 那氫的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 氫的質量 是電子的約幾倍 來記得嗎 很簡單 氫就是直子啊 來大約幾倍 怎麼都沒聲音 來幾倍 不用到1840啦 是不是就差不多兩千倍 直子之方電子兩千倍 好 那氫離子跟電子帶的電量是一樣 所以氫離子的M3Q 不可能反過來講 電子數的內格就會比氫的話 是不是就小了兩千倍 當時他就覺得非常的詭異 因為根據 你看 所以他得到重要結論在下面這邊 來134頁 來第一個重要結論 這個值 竟然比氫離子最小的這個原子 他的M除以Q 還要小了兩千倍 根據道村原子說 氫原子已經是最小最小的 那我現在還要比他小 除非他帶電量很大 除非他帶電量很大 好 可是後來當時覺得其實應該不太可能 要小 要帶到兩千倍的電量 哇那電量是不得了的 好 再來 還有第二個 這個值竟然跟裡面的氣體 或 來那個音極的材料 來 無任何關係 這兩個都沒有影響 注意來這個重要結論 這個值竟然比我們已經知道的最小的原子 的M除以Q還要小了兩千倍 那最小原子比他還要小 那比最小原子質量還要小 這是怎麼一回事 第二個他竟然 因為我們覺得這音極設計 從音極出來的 或者是從這些氣體游離出來的 可是怎麼跟氣體也無關 然後也跟這個音極無關 所以湯姆森就漸漸的有一些想法 好來這個想法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說 先休息一下 好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他發現這兩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得到的結論是什麼 這個東西應該是 質量很小很小 那比輕的話可能要想到兩千倍 如果這電量差不多的話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東西你看他跟他所填充的氣體也無關 但是他是由這些氣體被游離這樣分出來的 所以代表 剛剛講這個氣體裡面有什麼 來這氣體有的是空氣 來有的是空氣 來有的是氫氣 有的是二氧化碳 那就暗示說這個歷史 都會存在空氣裡面 氫氫裡面還有二氧化碳裡面 那這些原子 像氫氫二氧化碳根本完全不一樣啊 可是他們裡面都有一樣的東西 都有一樣的東西 所以當時這邊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發現 我有一個東西被這些氣體分出來的 而且分出來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很小 所以你看 他就寫說他在1897年就寫了這樣子 他覺得這個東西比氫離子的 質量比M3Q小很多 那小很多可能是質量小 也可能是電量大 但是他覺得應該一般來講 應該是質量小很多 最主要是因為他還可以 如果質量夠小 他比較有機會可以穿越那個鋁片 因為我們當時才發現 因極射限可以穿越鋁片 好不只這樣 他又發現說 因極端的強變長 氣體分子被游離 那被游離之後 不是變成一般的原子 而是比原子 而是分裂成更基本的粒子 這是等於是打破 這個原子說的想法 好他當時其實把它叫做微粒而已 然後所以不管 管內氣體為何 來這些宅子的特性完全一樣 這些宅子的特性完全一樣 來跟管內氣體無關 好也與這已經寫了好幾遍 來也與因極的材料無關 好所以最後 他的結論 在因極射限裡面 來在這個因極射限裡面 應該可以得到一種新狀態的物質 這種物質 他比一般氣體狀態還要更細微 不管他來自氫氧或其他氣體 那他基本上這個物質是組成所有化學 來再畫一下 組成所有化學元素必備成分 從哪裡都會有出來這樣的東西 空氣裡面也有 氫氣裡面也有二氧化碳也有 二氧化碳也有 那這個射限裡面的物質 基本上是來自於 所以後來大概了解之後就清楚了 來這因極射限 基本上是來自於氣體分子 被高壓游離之後 被高壓游離之後 然後把他內部的東西打出來了 把他內部的東西打出來了 那打出來之後 這個是等於是原子內部的東西 那他的名字他其實沒有取他 只是後來他們用了一個之前 因為之前那個電量 電量基本電荷是把它叫做電子 那就把這個東西叫做電子 就把它叫做電子 好 那目前量出來的 來OK了嗎 來現在量出來的電子的值赫比在這邊 來這是目前測到的 那或者反過來講赫值比Q over M 來是這樣 那這是1897年的時候 1897年的時候 湯姆森的論文裡面 來他寫出來的 那後來隔了9年 1906年拿到諾貝爾獎 好來我們 來這樣OK了嗎 所以我們學的一些東西 其實就是有重要應用 為什麼要學電潮 然後為什麼要學平均均勻的電潮 然後電荷的偏向 你看這就是實際的應用 好 好所以我們來看這邊範例十字一 湯姆森氣體放電實驗中 好來長度是40公分的水平電板 所以來這邊水平電板 對不對來長度呢是40公分 好所生的電場值是3 好來3萬 來這是電場1 好加上6乘以10的-4T的磁場 來這是B 射線會維持水平不偏離 好來等一下這句話已經暗示你了 來不偏離來剛剛講過來是不是就可以量速度 來速度怎麼辦等於多少 你如果記起來V就等於E除以什麼B 你說老師我還在背一個嗎 好來你沒有背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什麼 他之所以不偏就是因為電力等於什麼 磁力 重點是你要知道電力就是QE 磁力是QVB 不管怎麼樣是不是都還是要去記對不對 好 所以來這邊V的話就等於E除以B 好E的話就3萬 B的話6乘以10的-4 對不起我就不去算了 但是大家看一下那個答案 就是老師剛剛跟你講 來他速度大不大 來你們看一下那個下面解答來多少 不得了 5乘以10的7四方 哇是不是快要接近光速了 哈囉是不是 來差不多光速的1分10了 所以來這個速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重力的確可以忽略 好接下來第二個 這就是我們 像剛剛這樣子老師上課都推倒半天 那真正做到題目的時候來要怎麼去量 他題目給了什麼 他說如果沒有磁場作用 離開電板的時候來偏轉45度 好所以來你看來到這邊 來然後之後來偏轉 所以偏轉了45度 好來在這邊偏轉了45度 好他竟然就問你說來請問一下 從這邊去怎麼找M3Q 那這個其實反而比剛剛都還要簡單 好來因為剛剛跟大家講Tangion Theta Tangion Theta就是Tangion 45度 來剛好等於什麼 等於來他出去的水平速度 水平Vx跟 哈囉來是不是跟那個Vy的比 好所以來他就等於Vy除以Vx 好然後Tangion 45度來就是多少 1嘛 是不是1 所以來這邊 來這是Vy 所以就按是Vy等於Vx 好我寫快一點 因為這剛剛都已經講過了 來請問還記得Vy等於什麼嗎 嗯來已經寫落變法等於什麼 4倍機 那V的話就是剛剛的出速度 好A再寫一遍QE over M 來這邊的話就L除以V 來他要的是 他要的是M除以Q 所以來Q在這邊M在這邊 所以M除以Q把它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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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1L除以V平方 M除以Q 好 好V的話就剛剛講的是EB 1平方除以B平方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直接算了 我不再算下去了 L就是剛剛的40公分 0.4公尺B跟E分別帶 來 請問家長OK嗎 其實我覺得像這邊的這個計算都是 都還好 就是你這其實都跟電學那邊是相關的 那重點是你要了解他的意義 來這是第一節電子的發行